嗨嗨,大家今天就是想做一期关于房产的视频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就是到处了解一下英国博明汉的房产 然后我前几天在Rymov上看到了一个房产出售 它是上面是住宅,下面是铺面的这样连体的一栋小别墅吧 它是连排的,连排别墅 它出售的价格是30万一套,就是楼上加楼下,一共30万 它是准备出售两套,两套就是并在一起的连排 然后我那天约了中介去看房,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实就是纯属,比较感兴趣 因为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英国的铺面 然后上面是住宅的这样一个形式的房子 那我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我现在就是站在这个铺面的面前 左边是卖衣服的,右边是理发店 然后理发店的生意真的很好 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卖衣服的这家店的前门进来 就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铺面 然后感觉还是可以摆很多东西的 四四方方的还是不错 然后里面呢就是往里面延伸 很长很长 这边就是一进来就是一个小厨房 然后也是旁边堆了很多的衣服的库存 然后右边这个门出来 我们就是它的相当于一个小的院子吧 就一条长廊这样子非常典型的 一个连排的就是连排旁边的这种小巷子 非常典型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 它又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廊 右边就是厕所这个门进去 这都是在ground floor 都是在零楼 然后里面就都是它的一个储物间 这边是有一个紧急逃生的门 然后出去呢中介跟我说 它就是出去就是一个马路 相当于它有一个前门可以进去 然后这个是一个后门的入口 也可以进去 就是出门右转再右转的一个小巷子 就可以到这个后门 然后里面就是厨房 洗衣机 烘干机这些日常生活必备的电器都有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上楼去看一下 它这个楼梯就是改装的还不错 挺干净的 这个楼梯如果就是有人想买下来的话 就是如果不是大面积的改动楼梯 还是可以保持原状 楼上就是也是这种四四方方的一个空间 其实这个空间楼上是住人的话 就是出租居住 它这个还可以当作是一个客厅 然后里面就是有厨房 无灶看起来是没有路盘的 然后就是都是用的那种可以插一个电磁炉什么的 然后这个门也是就是锁住的 也没有让中间去看 然后楼上也是有洗衣 有一个冰箱我看 没有洗衣机 洗衣机在楼下嘛 然后也可以是可以洗手的 然后也可以改成那种正规的厨房 然后我现在这一个门进去就是 就有一只超级可爱的小狗 是一个他们员工的办公室吧 相当于当然这个在之后也可以改成一间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也是四四方方的挺规整 然后有两扇窗 两面就是这边有两扇窗户 里面看起来其实可以 我记得它里面还是挺宽敞的 可以放一个king size的床 可以当成一个主卧 然后还可以放衣柜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聊了一下 就当他们当时他们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就是卖这个衣服 他说是2016年就搬进来了 一直到现在住了八年 在这边出就是租这个房子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是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就是因为还是稍微离博明汉大学 有一点点远了 所以他们想搬到一个离博明汉大学近一点的地方 就是从他现在这个铺面走路15分钟就到他下一个要找的这个新的铺面的位置 估计就是效果要好一点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看完了第一间铺面加上它上面的一个区域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出去 然后到隔壁的店铺继续参观 这个店铺要卖30万 现在我们就是直接再看隔壁的第二间铺面 这个是一家理发店 里面是粉色装修 感觉还挺少女的 理发店生意挺好 这个理发店要租到2029年这个合同 所以如果投资这个铺面的话 不用担心 他马上搬出去 然后又要重新找租客的一个控房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这边是一个隔开的一个空间 还挺大 然后这个门就是从理发店门进来 然后直走也可以就是通到后院这个木门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长廊 过来就是厕所 然后厕所也看是最近装修的吧 近些年装修的比较新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简单的茶水间 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厨房 它这个长廊还是挺干净的 比隔壁隔壁的就是没有怎么打理 然后这里面又是一个空间可以堆货吧 如果楼下是这种出租给公司的话 这边就可以堆一些货 或者是打扫出来 就是做一个员工的休息室这样子 但是一般来说 Ground Flow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如果是公司租的这一个房子的话 它一般来说估计上下楼都会 就是一套整租出去吧 因为如果你上面要住人的话 我觉得还是 因为你就要和下面的公司协商 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一个空间 也可以当作是员工休息室 然后我们现在上楼 这个楼梯也是和隔壁一样 就是还是比较新的看起来 那就是一个小时之一 这个编则 去健康商人 就要给你 就整个小时之一 就是没有疯独装 然后这里面进来 就是洗衣机 可以放洗衣烘干机 也是放一些杂物 然后这还有一个厕所 反正大概它就是这样一个 长条形的布局 然后现在就是想跟大家总结一下 它的这个铺面的总体情况 它的租金是多少 目前它的租金是1250英镑一个月 然后它是上下两层整栋出租 每一间铺面加上面的那一层住宅 一共是1250 然后两个铺面加起来就是2500一个月 然后呢中介又跟我说了一下 二楼如果你要就是给它全部翻新改成 居住出租的话 那就是可以有两间卧室 再加上你在二楼的上面再加盖一个卧室 就是整个房子看起来就是三层楼了 那么它楼上二楼再加上第三楼的卧室 一共有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它跟我算的是140英镑一周 就是一个卧室 那这样算下来140英镑一周 我们来乘以三 就是420英镑一周 三间卧室一共的价格 然后再乘以 就是乘以四吧 四个星期算乘以四的话 就是你一个月可以收1680英镑的租金 就是这三个房间一起加起来 最后就是中介给我把楼上楼下的租金加起来 算了一个总数之后 得出的你的投资回报率是12%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太夸张了 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我感觉中介说的 他自己都 他说就是这个算下来 他自己都感觉震惊了 然后反正这个看房就到此为止吧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给我算的 真的是抛着算 知道大家对于我今天看的这两套房子的这个感想如何 如果你非常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这一种视频 就是在英国看房的视频 你非常喜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可以多多带大家去看不一样内型的英国房产